欢迎收看触动真爱节目 我是娃娃 我想每一个怀孕的妈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就是可能在怀孕的初期你会去想 将来宝宝生出来眼睛像谁啊 鼻子像谁 个性像谁脾气像谁 可是渐渐到了怀孕的后期呢 你就很单纯只希望说 这孩子生出来健康就好 这个孩子的健康真的是每一对父母最担心 也最关心的事情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一对来宾夫妇呢 因为孩子的健康 给了他们一段很不一样的人生 我们来看看李静益和陈英禅的故事 每个礼拜天的早晨 当大家都还在睡梦中 李静益一家四口 就梳妆整齐 开开心心的到教堂做礼拜 并且全家参与服饰 从搬音响 搬道具 排桌椅 音控 样样俱全 真是看了让人既羡慕又佩服 但是谁又曾想过 这样的一个家庭 曾经是历经多少风霜血雨 李静益 陈英禅这对夫妇 一个原本是逞胸斗狠的黑帮分子 有着迷信风水 看府念咒的信仰背景 一个是从小信仰基督 却从未体认过基督信仰的基督徒 在他们成家后 准备立业打拼时 却因着当时的经济风暴 而悲债千万 就在这个时刻 大儿子俊廷出生了 却是一个罹患脑视炎 重度滞胀的孩子 在这样雪上加霜的光景中 他们如何走过这一片死因幽谷 今天触动真爱节目中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们生命的故事 欢迎李静益跟陈一辰 你们好 娃娃你好 娃娃你好 你好 很高兴了 刚刚在这个影片当中 我们好像有点得知 这个李先生本来原来是个狠角色 其实很难想象 现在坐在这边 这样很严肃的样子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你本来在可以算是姓主之前的 那个一个背景好不好 我在国中的时候 我是国中第一届 那我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就跟同学之间有点误会 然后就是有同学就是比我个子小 那他就拿了一支扁钻 对着我说要我给他钱 我如果不给他钱的话 那他就是就要戳我 那他就真的是戳了我一下 他说你会不会痛 坐下去就会流血 那之后我就这样 为什么他拿着一支扁钻那么小 就可以拿着一支扁钻来 要跟我要钱威胁我恐吓我 那我想说我个子比他高大 那我怕他什么 就为了一支那支扁钻 那后来我就 我就开始 就有那种抱负的心理 然后也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自己的哥哥 都已经在这个黑道上在混了 那我他也得知这个消息 那他也帮我出了这口气 可是我还是难吞这口气 后来我就开始着急 后来开始就是 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就分在一起 然后我就开始训练他们 变大哥 我那时候就训练一百多人 那就是 堂主 就是开始对这个 对以前这个 要挟我的这个人 开始来报复 然后我也开始就是 做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 那但是我们还是蛮 自认为是蛮兴下仗义的 那这个整个过程一直下来 一直到这个高中 还有这个当兵 那当兵的时候 我是下定一个决心 想要改掉 因为我觉得说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 那可是我一直觉得说 好像这个压力一直在里面 就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时候你要出来 人家觉得一定要把你扛出来 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 接着当兵的时候 我就开始就准备要跳脱 这个框框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觉得说 那时候好像有枪 就可以当老大 没有那种人伦的 那我就决定要放弃 我决定要脱离这个黑道 那当我当兵的时候 我就立志 可是身不由己的时候 就是常会遇到一些事情 我就开始在大胆岛 就离岛 那是最前线的地方 我就跟一个波音站的站长 起了冲突 那我也很生气 就拿了赤刀杀他 那结果 因为大家都知道 当破冰人都知道 在前线暴行患上 是唯一的死刑 只有一条不归路 可是因为我的这个关系 我认识这个后台很硬 所以我那时候也就是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就微微作呆 那可是 我一直觉得不平安 我一直觉得说 做这些事情不是很好 那后来退伍的时候 我就开始就是进入 想要正式的一个工作上班 那当然在这段过程当中 是非常的艰辛 我在进入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这个 我现在的太太英产 那其实这一路走来是很辛苦 因为我也在赌场里面 也为了生活嘛 也在赌场里开始混 种种 但是之前的事情 其实他并不清楚 他也不知道 因为我做的是很隐秘 我不是对外 我是属于幕后 幕后在训练的 所以整个过程 我坦白讲 若不是神的一个护照 我是还是在外面 可能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整个 不要说有这个机会 去翻转过来 对对对 所以整个一个 都是神在安排在带领 因为到了我认知他之后 然后我们生孩子 那这段过程当中 我也开过工厂 电池公司当老板 但是后来还是变家倒了 倒了一千多万 那时候来讲一千多万 是很多的 那时候是民国七十四年 那时候是整个台湾 是一个经济的一个风暴 很多人大概有 好几千家的工厂都被倒 被影响到 对那时候整个经济都很乱 然后那时候有一点 就有一点开始 有一点名不了声 那时候我又开始 就是又有一点心动 又回到那个赌场 那我太太她是 云云云云之道 但是这一路走来 我们真的是 点领滴滴在心头 那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我公司老板的女儿 所以 那这么一提的话 真的就要来问一下太太 当初是怎么看上她的 因为这样子 乍听之下好像 真的这个背景差别很大 其实那时候要 她追求我的时候 我是 尤其在论结婚嫁的时候 我妈妈是要我考虑清楚 她虽然没有明白说反对 可是她要我一个很坚持 说信仰不同 不能同复一个恶 可是我 因为在当时妈妈 就是已经是一个 虔诚心的对 对 其实我妈妈很虔诚 而且为我们全家 都在祷告中 那她知道我这样 其实她也会蛮难过的 可是还是一样 继续祷告 那我毅然决然 我就 就跟我先生结婚 那 虽然 我也不知道她之前的背景 那 结婚以后 我发现 当然会有一些问题 后来才发现 其实我妈妈带领很重要 她扶持我们 为我们持首祷告 在当中 我相信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这样走到这样子 但是 我妈妈祷告 是我们全家的祝福 我才发现 没有她在 为我们持首祷告 我不知道我婚姻 会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 刚刚就聊到说 太太的母亲 提到说 因为你们的信仰不同 那当时 你们家里头 也是有信仰吗 对 我们是传统的 这个 道教的一个信仰 但是一般人说 一般大家都说 那是佛教的 那其实 我们是出生在 我是出生在卢州 是我们世代 是李家在那边 是蛮有名望的 那我们家族 都是这个 在地理风水上是 可以说是很有名的 勘语诗 那我自己本身也会 画乎 也会念咒 那也会帮人家看点 这个地理风水 那个地理风水的这个书啊 这个通书 是我们李家 历代都有在出这个书 给人家参考用 这样子 那在这个背景里面 所以你就是说 不但信仰不同 而且你们家这个信仰 还奄远很深 对 那在这个信仰当中 其实要我认识神 真的是很难 我当初他介绍 我认识神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在乎 而且我也觉得这是 好像是外国人的教 那时候在 我相信那时候 在很多人的心中 都是这样想 这是外来教 然后这不是我们的神 那时候我们只是 就只会拜 只会拜 然后又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去求神啊 拜 那其实那个神都是偶像 那只是人把他塑造成这样子 把民族英雄 把比较有一些功劳的人 他就把他塑造成一个神格 这样子来膜拜 那当初我们并不知道 我也不了解 那在我认识神之前 经历神之前 其实是我经历过 很大的一些风暴 是 就是我要脱离这个黑道的捆绑 然后还要 因为我们刚生 刚结婚 结婚之后 我们生了一个孩子 那遇到我的公司 刚好出问题 然后孩子出生 孩子也出了问题 孩子一个多月的时候 一个半月的时候 他突然间就是感冒 那医生说是感冒 那其实是医生的物诊 给他吃药他就好了 药一点他就发烧 那最后就是 发烧到这个 整个人都没有反应 没有知觉 你把哪一支针刺他 他没有反应 那时候 那时候其实我心里 还是抱歉给我叔叔 帮他画乎 那时候我还这样子想 那时候应战 他就觉得 为什么是这样子 他直接看医生 我说先 我就迷信到这种地步 先去 我说这个一定是 找了谋之类的 先去 先去画乎这样子 可是我叔叔他去的时候 我说你还是去看医生 他有帮他画乎 本来我想说 他的功力比较高 他有画乎 帮他年年收割会好 可是他说还是去看医生 那看医生之后 才知道是得了这个脑视炎 这个脑视炎 我相信很少人听到 但是对脑膜炎 大家都很清楚 脑膜炎就是这个 大家都清楚的事情 但是脑视炎 它是脑膜炎的更深入 就是那个脑膜 然后里面就是脑视 那等于是侵入到里面去 对 那这个对 当时我问了医生 医生说 这个孩子将来是一个白痴 而且不一定救得活 救活的铁定是白痴 他斩丁结底也告诉你 因为已经受损害了 对 他说整个人都已经 脑部都已经伤害到 那我自己的堂哥 他也是医生 那他还是告诉我们 这个要付很大的代价 那他都考虑不要 不要这个孩子 那我那时候也很难过 但是我心里是蛮狠的 我说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算了 不要了 可是 可是我带来他说 坚持要 他说 他要救这个孩子 我说这样子 要付很多很多的代价 他说要 那您觉得在当时 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跟信心 让你觉得说 我们就是要这样坚持下去 那时候我还蛮痛苦的 因为面临到说 当医生 还有我们亲戚 周遭的朋友 其实去我们都放弃 我真的痛苦到决定 后来我就 回到神面前 我妈妈 为我祷告 我相信这时候 真的是让我心灵突然发现 我的镜头 所以我回到神面前 跟神呼救 那时候 我就有大姐 就带我进会 回到教会 我就跟神呼求说 怎么会这样子 但是神有一个话语 来安慰我说 当耶稣看到一个拉 人家问他说 这人生来就瞎眼 是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那神 耶稣说不是 而是 神要在他身上 有些作为 荣耀出来 我就跟神说 主我愿意你成全 如果这孩子 不能救 我愿意承担这个 你收回去 可是 如果你要 张显他的作为 我相信 你就必须会张显 因此我就 蛮有信心盼望 虽然很痛苦的决定 可是我愿意 因为上帝 我愿意付出这代价 在孩子这样的 一个状况之前 你那个时候觉得 自己跟神的关系 亲近吗 其实之前我 其实离开神 那个信仰只是因为 从前小时候 妈妈带我去教会 那我只是把他当作 因为陪妈妈 他高兴 然后我把他当作是 他信仰 那中间我又离开上帝 我离开上帝之后 我也觉得 那不关我们的事 那是跟我妈妈而已 然后当我遇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才发现 很多事情 不是这样子 不是我所能掌控 也不是说 我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发现 我需要一个依靠 我需要一个 在我身体里面 为我 有个支持的力量 我就发现 我是完全没有 无助的状态 我会回到神面前 那么当殷长 开始做这样的 一个祷告之后 这个祷告给了他 什么样的一个 决定的力量呢 我们待会儿 再回来分享 这孩子 真的是很可怜 他甚至发现到 半夜都没办法睡 每十分钟 半个钟就起来一次 他就一直在那边哭 我就 我也不知道 能做什么 因为医生 也没有办法说什么 我只能为了说 待一起来 就为他祷告 祷告完 他就躲着去睡 睡个半个钟头也好 又起来又痛 后来我就为他祷告 我的日子就是 晚上靠着祷告度过 突然间 我帮他冲水 灌那个进去尿道的时候 突然间他从那个尿道 喷水喷到我的嘴巴 是用喷的 一年多从来都不滴 半滴水的 这一次进来 一灌进去之后 他就从他的尿道里 直接喷水喷到我的嘴巴 用喷的 那种真的是不可思议 一般来讲 这种点都是用胜出来的 可是他是直接喷到我的嘴巴 我都被尿喷的感觉真好 欢迎回来出动真爱节目 今天我们的来宾呢 是李静益夫妇 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也聊到说结婚生了第一个孩子 但是就在孩子一个半月大的时候 发现他健康上面有很大的挑战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让妈妈开始去想到说 哎呀 跟神的一个关系 是 我现在后来呢 我就回到神面前 跟神护求 那我大姐带我回去教会 那在牧师里面 很为我们祷告 说如果神要医师的话 他必须医师完全到底 让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完全交通给上帝 后来我们就为了做这个祷告 那后来我就很平安 我在这段时间我就跟神也蛮愿意说 我要依靠他 因为这孩子在生病的时候 在脑血肿不断开刀的时候 然后几乎我是得抱着他 那常常 因为他不太好照顾 那这段时间 其实我都还在上班 那其实我有时候时间都是 也是要静意来带 那回到神面前 我最大的心愿是 我把他完全交通给上帝 因此我就不负任何责任 那我只是尽我的妈妈的本分 来照顾这孩子 神也继续带领我走这条路 虽然很艰辛 这孩子常遇到状况很突然 都常常莫名其妙 就要跑去医院 所以我这段时间回家前 我不知道怎么蛮难过的 没错 没错 不过很开心啊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 俊婷在我们当中 对 是已经这么大了 俊婷 阿姨好 你好 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聊天 然后那我想说 在当时俊婷 他在进出医院这段期间 其实对于你们的婚姻 上面来说 也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因为同时不但是孩子健康 也有经济上面的一个挑战 是吗 在当时 是的 那时候我们遇到的这个是 不但是经济上 因为他开到的那个费用 都是蛮惊人的 那我也有背了一千多万的债 那那时候真的是走投无路 那其实在这段时间 我也有想到都回到赌场去了 可是一直不平安 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一直来关心 也为我们祷告 那那时候真的是 他一个礼拜 就几乎是一两次的这个花炎 花操 那都一定要进去认识 那他一路走来的时候 他到一岁的时候又开一次 那就是第二次 他因为水 那个水又堵住了 堵住了下不去 那他又开始花座 那我们就继续的再带他回去 那感谢主 就是都有弟兄姐妹的一个 一个祷告 去关心我们 那无论是在经济上 也协助我们 那我们也寻求医院的一个协助 那还是有不够啦 但是 但是我们还是一路就是说 靠着神的这个恩典走过来 那那时候其实我 我就已经开始对我以前所信的这个信仰 有点开始有怀疑啦 但是我还是很铁齿啦 就是觉得说好像还 因为人都是这样的不到皇后心就不死啊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还是在试试看啦 那后来 那时候曾经在在试过什么东西呢 其实是 其实也不是说试过什么 就是说我 其实我是只想说看看神有什么作为 因为他我看他这样子那么痛苦 那我想说既然是神嘛 那你应该要医治他啊 其实我是那时候也是 心已经开始松软 可是还是还是有点还是就是不可能 就是很嘴硬啦 对 那其实在这当中哦 其实都是姐妹一直在祷告啦 那我自己本身并不知道啦 那教会大家来关心的时候 我会开始寻求神的面 那他因为他整个肢体上有很大的一个受损 那我也在背误这个债务 那我要去医院照顾他 然后又这个我们也透过大家的协助 也做也就是做一些的这个 这个外销的东西的一个买卖 来赚取一些这个微薄的利盾来来付医药会 那我是觉得说那时候所经历的大概 我从一个老板然后走到卖地摊 那时候我们也摆过地摊 在顶好上场那边我也摆过 也跑过警察 那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摆过地摊 去大年初的时候 那是人家在享受的时候 在团聚享受的时候 可是我们就是去摆地摊 那我那时候我是很感受说 弟兄姐妹的爱真的是很大 那个力量很大 那也有一个声音一直要把我拉回去 他钱你钱不够 你钱不够 你要钱 对这是现实问题你要赶快考量 对对对 那个声音很强烈 但是真的是祷告的力量很大 那时候我岳母跟太太的祷告 他们一直拉住 还有她姐姐的祷告 一直在拉住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 是这次都是时候我才发现的 是 那整个过程当中里面 我是 因为她大大小小手术 大概开过二十几次以后 她学生上上下下这样子 是 那时候我们为了背部债务的时候 这孩子所受的苦 我们也都看到 我们那时候 她这个整个的一个 各种技能都受损 我们为了她 应咱也到 改到那个 博爱这个儿童花园中心 把她送进去做那个护肩 因为她开完套之后 就是有 半边 没有还是就是 没什么有知觉 但是就是 等于麻痹 有受伤 等于说那只左脚 左边的脚会很瘦 就是萎缩 那一定要做护肩 那那时候我们也需要器材 然后也自己买器材 然后进到那个发展中心去做这个训练 做矫正跟训练 那那时候营产她为了孩子 她也进到里面当义工 后来在里面当老师 是因为要说这个孩子既然要照顾 那她就要学习这些 因为我们对这些完全陌生 我们并不知道要怎么来帮助她 那应然就学心说把那时候的 她在贸易公司工作 那那时候她是等于是一个经理 那时候她薪水也是四万多块 那时候薪水算蛮高的 等于银行的一个经理 但是她后来忘记了 她为了这个孩子 进到这个机构去学习 去当义工 然后就开始在里面当老师 然后晚上回来 我们就帮她做护肩 她说妈妈也很辛苦 你想是不是因为看到这样点点滴滴 无论是教会弟兄姐妹 或者是妈妈的坚持去影响到你说 我是不是去真的去正视到说 这个神的存在是很真实的 其实我都很清楚了 那到了有一次就是她整个 就一直进进处处医院的时候 有一次她进医院在腰痛手术的时候 她提醒我们 我们本来已经为她祷告过了 那时候牧师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那边 她提醒我们 当护士要推她再进去的时候 她提醒我们要祷告 那我们也吓一跳 刚刚不是祷告过了吗 她那时候那句话真的是很震动我的心 那时候我被她那句话真的是 吓了一跳 我们也震动了一跳 那时候我相信那时候是 应该是就是圣灵在触动触摸我的心 那这孩子她就是亲近神 她要依靠神 我也没想到她会讲这个话 大家都没有想到 那当她这句话讲的时候 我们围过去为她祷告 那她就很平安的进去里面 虽然她大大小小的手术 每天都住在医院里面 看到医生 看到医院她都会害怕 那我们 我们真的是 愧对她了 那也真的是因为她 让我经历了神 是 听祷告的神 是 也看到神 她的爱 是如此的 宽广 如此的带 她 不计较我的过去 不计较我过去 这样子去拜偶像 跟偶像 甚至于这个 撒雪未萌 这样子的一个立约 她能难料拯救我 她能来 爱着我 没错 她一直 一直照顾着我 那时候我也抱怨啊 为什么给我这样子 一个孩子啊 为什么给我这样子 这样 这么样的一个孩子 让我在那边受苦啊 而且是 进医院 那么平凡 几乎小的时候 几乎都是在医院长大的 那我是抱怨念念 可是我也看到神在 在在带领 神也在医治 那神一路走来 他就医治了他 他的 胜利状况 就一点比 一点的好 那 那 我们也看到 以前我们的在 这些人 我们欠他们债务 这些人 他们也没有在逼 我们的债务 嗯 那我们能够说 很安然的 全然的去照顾这个孩子 就如 因此那时候祷告的 既然 既然我们这孩子要救他 我们就要养他 就要教他 嗯 所以他就全心的投入 他的这个 工作 合场 嗯 太棒了 那妈妈可以来帮我们 回忆一下吗 就是 呃 我想可能对于 俊平来说 最最重要的一个手术 应该是脑部那个手术后 好像那个时候 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 是吗 嗯 然后物理手术啊 那时候 在一岁半那时候 动第一次 后来一岁的时候又堵住又第二次 嗯 那到了 呃 六岁半那时候 而是 他又 有些问题就是 因为 开始抽筋 嗯 那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 什么原因啊 那 后来又发现 他又有堵住的现象 就是管子可能不够长 嗯 那我们那时候就 蛮紧张的 后来又回去医院 问医生 那也做一些检查 那医生那时候有讲 说有 要需要动手术 嗯 那 我们就 就紧急那时候马上动 这也没有单言 可是动完之后 一个多月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他还是会有一些状况 就走路不平稳 还是会呕吐 嗯 后来我们就问医生说 怎么办 他又做 感觉又不太对 嗯 那我们就做第二次检查 医生是说 那个积水 又开始 那我们就蛮难过的 嗯 那 那难过是说 怎么动了手术 还是没有医治啊 嗯 没有好啊 那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也请 弟兄姊妹 为我们这件事祷告 然后偷个姊妹 他跟我们讲说 有一个医治大 医治部导大会 嗯 叫我们预备心 后来我们就 真的是愿意预备心 我们就仰望神 我们就把那 那次 带进去 那那时候 蛮特别是 那个医治大会的时候 其实我去的是 头很痛 我头的也很痛 可是我推着 零人以兴趣的时候 我跟神说 我是希望 就是我孩子能得医治 那那次 牧师在 我有每一个病患 到我面前 到前面的时候 为他们按手 那是 那是按手下去的时候 他按到我头 我倒 我倒 那是你预备的时候 我倒了 然后我不知道 我孩子状况如何 后来我赶快起来说 那我孩子 有没有得医治 我孩子有没有得医治 我当我回到 座位的时候 我先生问我 我说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医治 他还 嗯 但是我心心就 又开始 蛮软弱的 后来 当牧师才讲说 当圣灵医治的时候 你伤心得医治 就必得医治 后来我们就 因着这句话 我们就说 神必医治他 我们就回去 然后后来我们就 也凭着这样 继续这样祷告 后来我们就 做一个决定 神必医治他 之后我们做 有一个检查 后来他的脑水 就停留在那边 不动了 其实神医治 而且他的脑水 跟那个急物 完全都不动 就从那时候开始 他都没有再扩大 嗯 那个脑水肿的状态 就未死在那里 所以我们相信 神真的 一直在孩子到底 那包括他后来 有神经膀胱炎 因为我们从小 也不知道他有这个问题 到后来他尿的时候 尿不出来 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只是奇怪 为什么一直包尿布 他的尿都不像 一般人很正常的 这样排尿出来 那也不断的 有时候又发烧 那我也不知道 什么原因 嗯 那后来就是 而且他也不能表达 对 他不太会表达 对 后来到时 有一次抽筋 嗯 住医院 然后以为是 哦 是不是又有脑部发 后来是医生又有给他开 一个颠接的药池 后来隔天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他有血尿 才知道说 哦 他有问题 是在 因为是膀胱的问题 嗯 后来就开始做 一系列的追踪检查 嗯 后来才发现 他有一个神经性膀胱炎 嗯 神经膀胱炎就是说 他的尿 没有办法自然的排出 以至于 他的膀胱炎 脏脏脏的 像个Christmas tree那样子 开花了 嗯 没有办法正常排尿出来 甚至后回 逆回到肾脏 哇 会有尿毒的现象 嗯 所以医生的时候 仅是做一个 膀胱皂楼手术 嗯 也就是从膀胱 接一条管子 嗯 直接排尿 嗯 可是当这个尿 排出来之后 有管子在 就开始有不断的发炎 嗯 这孩子又开始 又开始痛 对 当这个痛苦开始 这孩子 真的是很可怜 他甚至发炎到 半夜都没办法睡 每十分钟 半个钟就起来一次 他就一直在那边哭 我就 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因为医生 也没有办法说什么 他就说 就吃药啊 嗯 就给他止痛啊 抗生素啊 后来他就 我只能为了说 半夜起来就为他祷告 嗯 祷告完他就 就躺着去睡 嗯 睡个半个钟头也好 又起来又痛 后来我就为他祷告 我的日子就是 晚上 靠着祷告 度过 嗯 后来再有一次 灾当中 蛮奇妙的 我想请我先生讲 好 其实他那时候 一个礼拜 大概要发烧 两次 然后送到医院 医院就已经是 检查的结果是 只有一种药 可以救他 嗯 而且只能控制而已 那医生说他也没办法 那要做那个 另外的一个 就是人造的膀胱这样子 可是他说 这种手术 做下去之后 他也不懂 他也不知道他的尿液 他瞒了 他应该要自己去 按那个开关 让他尿出来 可是他也不会 但是他没有感觉的 对 所以做了也等于是 白做 反而更糟糕 他说那只能这样子 就知道这样子啦 那我们觉得 医生都已经绝望了 那我们也绝望了 那弟兄姐妹一直 为我们这个事情祷告 那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每天 为他清洗那个尿 一天 一天要花两个小时 那个清洗是很痛的 他躺着 我们两个人要灌 灌那个清洗 那个清洗衣进去 然后再出来 都是血湿 都是脏东西 清洗那个膀胱 从那个罩头灌进去 所以他已经感染了 对 那后来透过 弟兄姐妹的祷告 神让我们知道 说神要医治他 本来我们一直很失望 我想说 神啊 你既然要这个孩子 在我们身边 那你是医治的神 那你为什么没有 我为什么没有看到 你的能力彰显在这里 那神就说 我会医治他 他会负责 可是我还是抱怨啊 因为我想说 这么久了 大概有半年多了 但是他很痛苦啊 对啊 对啊 每天我们都要压着他 清洗 每天呼吸都要 一定花两个小时啊 那后来 这句话出现之后 我 我就 我就开始 祷告 那我一个人生气 那我就很开心 那时候开始我就很开心 开心之后 我就继续一直等等 等到有一天 隔了差不多再半年 嗯 这么久的时间 真的是很难熬 那我就 有一天帮他清洗膀胱的时候 突然间 我帮他冲水 灌那个进去尿道的时候 突然间他从那个尿道 喷水喷到我的嘴巴 是用喷的哦 他那个尿道已经 半膜已经切掉了 又堵住了 那个半膜就像那个水龙头的 那个橡皮垫一样 你橡皮垫拿掉的水 就一直滤挖 可是他不滤挖 他还是一样堵住啊 但是我帮他 帮他 帮他这样子 清洗了一年之后 一年多 从来都不滴 半滴水的 这一次竟然 一灌进去之后 他就从他的尿道里 直接喷水 喷到我的嘴巴 用喷的 那种真的是不可思议 一般来讲 这种点都是用胜出来的 可是它是直接喷到我的嘴巴 我说被尿喷的感觉真好 真的是很好 那种智慧真的是很棒 我巴不得说多一点 那时候我就很开心 我就赶快打电话告诉姐妹弟兄 她的那个膀胱已经痛了 你们的祷告已经得到医院了 对 神已经答应 神答应医治他 神也已经成就了 那这个痛的时候 我们就带他到医院去 医生也感觉到不可思议 是 他觉得 他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已经灵犯了 对 对啊 那医生就把他的那个灶楼 就拿掉 然后就开始帮他做一些扩张术 因为他毕竟那个尿 尿到太久没用了 毕竟会比较紧缩 比较小 开始帮他 痛 帮他做那个扩张术 做的阴影多 虽然他会痛会辛苦 可是 一路一路走来一直改善 他本来是没有办法 应该是 像老的尿尿尸镜一样 会都一直滴 所以他现在还是包着尿片 但是他的尿片 对 已经进步很多很多 他现在是可以自己用力 就会尿出很多 那偶尔会用力的时候会胜一点点 那其实神不是说只有那一只医治他 其实神都一直在医治他 让他的尿路问题一直在慢慢的改善 没错 我相信 没多久他就可以自己尿 没有半膜的尿道 能够自己尿 这在医学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错 听到这里 我真的很去感受到 就是说 父母的爱 还有就是那种弟兄姐妹 神 才会可能给出来的那种爱 在我们的身上 会有多大一个影响力 我们刚刚也感受到说 静庭是多么可爱一个孩子 听说他在家里真的是一个小天使 我们稍待一会儿再回来分享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 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和二十五节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必即将来要咸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就必人脉等候 为什么会跳这个经文 因为我想到说 我的孩子常受苦的时候 我们在很悲伤的时候 神应允我们的就是 那将来的荣耀 我们就要耐心的等候 我相信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将来都是要彰显荣耀的时候 为了让他所看不到的一些盘望 我们就必须耐心等候 我相信我们忍耐等候那么多年 神借着这孩子 一点一滴不断地在医治他 这就是我很坚持 也很信靠神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经文 也能够成为你的帮助 谢谢 欢迎回来处动真爱 今天我们的来宾呢 是李静怡夫妇 刚刚也就聊到说 静怡对不起 在家呢 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其实他不是说 光是生理上 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听说他的个性上 跟一般人也不太一样 慢慢来跟我们聊聊好了 是静怡蛮体贴人一个 其实常我们两个夫妻的时候 争执的色亡 他那个事实就 突然都会有一句话也出来 譬如说也是我们为了一些事情 在吵架 那他就从房间里面 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其实门就关着 他突然开门就出来 就说 请请听 我要请请听 我要请 他要我们听主的声音 不可以 要我们争执 那个吵架的争执 要终止 我们就觉得蛮感动 那有些其实孩子 他并不懂得我们在说一些什么 可是他就要把我们心拉近 对 还有我遇到一些 某些困难的时候 我那时候想说 我将来前面 我要到哪份工作去的时候 有在神明前蛮大一个祷告 蛮难过 这孩子很事实的 就又有一个话语进来 他有一次在清早的时候 他就牵我的手 他就讲牵我手 我那时候听到牵我手 我就哭得要命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到说 有一个首诗歌就是 牵我手 神就一路牵引我的手 领我走前面的道路 我觉得他 那个给我好大的安慰 有些话语 那突然来的话语 就让我就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就哭得稀里话了 也很安慰我们 那我就很感谢神 这孩子借着他 蛮多的祝福 蛮多的祝福 也因为他很单纯 那我会觉得说 单纯的孩子 我们就是其实尽心 尽妈妈的分配 一直照顾他 教导他 我知道 我知道的不多 所以因此我愿意说 那时候 在妈的公司 做了很久的职务 那我就为了这孩子 我就试着去学习 去怎么样教这样孩子 在他三岁的时候 我就愿意放下 我就进入这个特教的机构 去学习 在这边呢 你们的朋友 特别的朋友 也有一段话 想要对俊庭说的 我们一起来听听 其实俊庭 他是我们教会的宝贝 我们城市直光教会的宝贝 当然他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 他是我的祝福 也是我的提醒 怎么说呢 其实每个礼拜天来的时候 第一个迎接我的都是俊庭 而且他很快就会来拥抱我 然后希望我为他祷告 他常常讲两句话 有的时候呢 说 警醒祷告 有时候说起行了 一开始我也不太了解 但是我发现到 有时候我比较低沉的时候 一来他就会说 警醒祷告 我觉得我的灵 好像就被提升起来 有的时候我来 我觉得早上刚享受完 跟祖的关系 很亲密 这个孩子我一来 他就说起行了 我就觉得哇 上帝好像把一个天使 放在我的旁边 常常成为我的祝福 成为我的提醒 俊庭 他从小 他生过大病的 那么家人看来 他是一个 重度的智障的孩子 但是 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看 他是一个非常的单纯 非常爱主 他是一个 在我们当中 非常被宝贝的一个孩子 在这边 我也想跟妈妈多来聊聊 就是说 你是怎么 怎么会去想说 完完全全的投身到 这个特殊教育里头 因为我刚开始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教导的孩子 我没有办法想象说 这样孩子还需要去学校 他甚至没有办法 走路 没有办法换尿片 没有办法自己换尿片 没有办法自己尿 好像没有学校 可以这样子的 那我听到有一个机构 他们可以这样子 教导这样的孩子 因此我就很好奇 我就带他去试试看 他们也愿意接纳 开始教导这样的孩子 那我就好高兴 我就尾身在那边当义工 后来我学起蛮多 当他们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我就进去学 那在这边学习到说 照顾了孩子 其实不只是照顾 还要给他适当的教育 那我这孩子在当中 就学了很多 他会走路开始 然后又会讲话 然后对我们又很体贴 这孩子给我回馈就是 跟一般的孩子一样成长 可是他虽然的成长很慢 学习效果也没那么快 可是我看到他的成长 那个就是上帝的荣耀 一个见得出来 就很美 而且其实刚刚我见到 因为真的非常让我感动 就是他可能看到你在难过 他就立刻会抓你的手 跟爸爸的手一起 好像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可以彼此在一起 这样就会得到安慰 很想立刻就去安慰到你 我觉得真的是很很 他虽然不会用嘴巴表达 可是他会用他的手 他的行动来给你们表达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在这边你们这位朋友 也有一段话要对二位说了 我们一起来听听 所以我就觉得这对夫妻 是父母非常非常地辛苦艰难 那时候他们的 其实家庭怀念也不是很好 而且好像这个婆婆也生病 这样子我就看到说 殷缠就一个人 因为他在家里 他等于就是基督徒 那时候记忆还没有信主 所以我就看到这么一个姐妹 非常辛苦地在照顾她的家人 还有尤其照顾这个孩子 这样子 所以我就看到说 靠主 他每一天就是靠着主 走过这一段时光 后来看到这个夫妻 他们非常的同心 他们从这个孩子身上 他们所得到的帮助 我从他们常常的见证里面 我感受到 他们从这个孩子得到的帮助 远大过他们对这个孩子的付出 所以这成为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 他们照顾这个孩子 孩子就把重神领受的 很单纯地 带给他们的父母亲 父母亲得到激励 更加珍惜 神给他们这个产业 这个宝贝 所以这个家庭里面 就在一个爱的 一个关系里面 就不断地被建造起来 那在这边呢 我也想请爸爸来说说 如果说刚好 现在我们电视前面也有朋友 他们家里头 也有类似状况的孩子 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一些建议 其实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放弃 绝对不要放弃 因为它也是一个生命 它是我们的宝贝 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要好好的去服事他 因为神说服事在那 最小的就是服事在神的身上 所以其实我一路走来 我看见说神这样子的医治他 然后为什么让我经过这么 十几年的一个痛苦折磨 为什么不立刻救我 后来我明白了 原来神是他有他的美意 因为我以前过去的背景 还有我的个性的暴躁 神要磨练 把我的个性跟我过去的一些事情 完完全全的磨灭掉 让我恢复到 就像我朋友说 我现在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人 归零 很难想象你以前曾经是那样的 以前我看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很害怕 我的眼睛看他们 他们可能就会担心说会有什么事情 可是现在他们看我 我看到他们 他们就不觉得完全不一样 我烟也不抽了 酒也不喝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他们说那你为什么还是这么喜乐 而且越看一年轻 我说因为我完完全全的教读给神 因为我经历了神在我孩子身上所带领的 所医治的这些 然后实际上收获最大的是我 而不是孩子 所以我愿意跟各位观众们分享 如果你们在困苦患乱中 你要学习 学习来亲近神 你如果跟神亲近 神他就会来爱你 更加的爱你 更加的爬大的祝福 师父给你 那你更有喜乐 更有盼望 我以前在黑暗当中 我根本就没有喜乐 一天到晚担心 随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可能跟人有这样的一个分享 对 所以我感觉我非常的快乐 这样子 我们现在也都知道说 妈妈已经是全心地在投入特殊教育了 那现在爸爸呢 爸爸现在在从事 我现在是在教会服事 我是一个全职的童工 那我们是一个新的教会 那我孩子 我太太 我们每天最盼望的时刻 就是在教会 就是在小组的一个团契 在教会的主日崇拜里面 这个都是我们全家最盼望的一个时刻 那我们是在教会 这个全职的服事 我是负责这个影响 还有这个模样 那 好难想象以前是拿枪 真的是 怎么说呢 整一整的说话真的是在美主 对 那妈妈这边呢 妈妈有没有要 要给这些父母亲们一些建议 或者是方向 尤其现在你已经开始 已经投入这特殊教育了 我以前说的很好就是 不要放弃我们的孩子 因为孩子是 真的是至宝 那个生命的开始是 神上赏识的 那我相信 带孩子是会蛮辛苦的 但是我相信 主说虽然 以困苦跟你当学 但是不用害怕 因为我相信 我们遭遇这些 就是用这些 神的话语来安慰你们 神怎么样安慰我们 我相信 一样 会安慰你们 你们所做的 神都记念 好 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 福音摘机便要送给我们呢 一起来期待 亲爱的观众朋友 在这个单元时间 我们要一首诗歌 来献给你们 在患难中 在疾病中的 爸爸妈妈 或者孩子 谢谢 每当我在痛苦 相信绝望的时候 祝你的话语来安慰我 祝你的话语来安慰我 祝我的恩典 能使你经过风浪 祝你的双手 能扶持你到彼岸 祝我全能相信 你永远与我同在 在患难中 在疾病中 在疾病中 每身小夫之外 耶稣 我赞美 祈拜你 每当我在痛苦 相信绝望的时候 祝你的话语来安慰我 祝我的恩典 能使你经过风浪 祝你的双手 能扶持你到彼岸 祝我全能相信 你永远与我同在 在患难中 在疾病中 你身手扶持我 耶稣 我赞美 祝我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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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困难中 带着你身上护士我 耶稣 我赞美 敬拜你 耶稣 我赞美 敬拜你 耶稣 我赞美 敬拜你 祝福他们在服饰上更是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而且能够多结果子 这是英才常常的祷告 所以祝福他们多结果子 结实累累 我们真的是祝福 当这个俊庭长大的时候 他能够真的也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人 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单纯 向着主的 他是一个非常爱祷告 爱敬拜的孩子 他也成为我们城市之光教会的祝福 我们看到有了他 我们的爱心也有管道 有了他 我们觉得真的我们常被提醒 我们要像他一样的单纯 我相信上帝的祝福会越来越宽广 越来越大 在这个家庭中也同样的祝福了我们的教会 俊庭 敬义 英禅 还有伯儒 你们这个家庭实在是上帝拣选的一个家庭 你们不断地在那里 因为信靠主 你们付出去的爱 主说 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虽然不能够到有时上到很远的地方去服侍一些其他的人 但是当你们坐在 敬义和英禅 你们坐在 俊庭的身上的时候 都是坐在主的身上了 主可以加倍地纪念报答 而且主说有的还要多多地加给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提供어�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